再来看两岸跟东南亚是不是要合作呢 来破解这个案子 台中县警方呢 现在是破获了一个汽车解体工厂 嫌犯在台湾接到订单 然后呢 依照订单上面的车哦 来偷车 结果偷完之后 把零件拆组了之后呢 充当成新货 走私到大陆以及东南亚市场 短短四个月 不把获利已经高达有上亿元了 警方指导未在苗栗的这间资源回收厂 当场查获正在拆解车子的嫌犯 这什么 这都是 这也是 这也是 这都很好 只要能用的零件全都不放过 放眼望去 地上零件夹起来 至少还可以组装成20台车 车上的塑胶飞掉 然后就挖 在就地就挖了一个大洞 然后就把它烧掉之后 远来 回收厂内摆满一个又一个的木箱货柜 里头放着的全是拆解后的汽车零件 大到有引擎车门 小到连安全带都有 搬解体工厂大概就是初步拆解之后 就交给修配厂 他们自行去拆解 那这个几乎就 就是做完整的这个零件 就充当新货 卖给国外这样子 调查发现 嫌犯接单拆解后 在走私到大陆东南亚市场充当新货零件 短短四个月 不法获利只有高达上亿元 专闻 陈思源方品文 台中采访报道